能够参与想娘惹这一部戏呢 觉得很荣幸 很开心 因为公司也一段时间没有拍过这样的类型的戏 也留意到这个角色呢 我需要剃光头 需要减肥 然后需要脾气很暴躁 每天讲话都要很大声 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拍戏呢 虽然是挺辛苦的 但是我觉得对一个角色创作来说的话 他必须还是有某种程度上的所谓牺牲 那如果这个角色能够演活 能够让观众喜欢 我觉得这些牺牲还算是值得的